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中国禁闻 10月1号被中共当局宣称为国庆日 但是民间视它为国商日 在这个政治敏感时期 中共当局历年都会花大力气进行所谓的维稳 那么在刚刚过去的这几天 中国大陆各地又发生了哪些事情呢 下面就带您来一起了解一下 重庆市云阳县在10月6号发生了近万人和警察对峙事件 据中国茉莉花革命网站的报道 云阳县双江大桥附近的立新社区 当天就发生拐骗儿童的事件 一群河南人在拐骗几名小孩的时候 被群众发现 一名嫌疑人被抓 交由公安来处理 由于警察姗姗来迟办案不力 导致多名疑犯逃走 从而引起公众的不满 有近万人聚集抗议 不让警方押走嫌犯 并将五辆疑似作案的车辆砸烂掀翻 大批的武警到场戒备 警民对峙长达七个小时 直到七号的凌晨四点钟左右 这局事件才得以平息 另外十月五号傍晚 在广西桂林也发生了上千民众 围攻警察事件 警察苦苦哀求才被允许离开 中国茉莉花革命网站报道说 当天几名歌手在街头表演过程中 遭遇十多名警察暴力对待 音响设备也被抬走 事件引发围观民众的不满 上千人围攻警察 围观人群不断向警察和车辆投掷石块 警车的玻璃被砸坏 10月2号云南昆明市中心 也因为城管的暴力执法引发冲突 导致一辆城管执法的车辆被砸 报道说 这两起发生在10月1号 长假期期间的冲突事件 目前都被中共官方封锁 发布到互联网上的相关讯息 也被删除了 而在新疆的喀什地区 刹车县 最近则是发生了多起军警开枪 导致维族人死亡的事件 据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 总部设在德国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的发言人 迪里夏提在星期一表示 他们刚刚从中国境内获得的消息说 10月3号 刹车县警方以非法集会的名义 向当地一个维吾尔族人的住宅开枪 造成私人死亡 而在一个星期之前 警方也先后在刹车县火车站 还有一个村庄打死了三人 随后又拘捕了九名 试图在10月1号到县城抗议的维族人 报道还说 这些打死人事件 没有得到进一步的证实 那么观众朋友 接下来一起关注这一期的时事进门